我还 还挺正宗的嘛 都是你帮我的忙 今天轮到我请你 这哪是你请我呀 这是方柔芝请的我好不好 有个话说回来 方柔芝现在在上海滩的势力 和好战能力 是不是快赶上沈碧云了 我也这么觉得 他请你吃饭 还说别的事了吗 那 果然 你怎么看 我在想啊 你这个傻丫头到底知不知道 她是想让你对她投降 我知道 我觉得上次 我银行取不出来钱 也是她搞的 你果然聪明了一回啊 她是想让我对她的依赖万无一事 这是她的作风 但其实我觉得 现在投降 倒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不是投降给方柔芝 她是给沈碧云 她是给沈碧云 我想知道 你现在对沈碧云 也就你那个亲妈 还有恨吗 我说过 我可以不恨她 我说过 我可以不恨她 我说过我可以不恨她 我都没有抛弃过你的 你说什么 什么 都不见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时数了多少个人来着 数六个吧 昨天突然全部消失了 一个都没有了 可是这个能说明什么 韩金国 不就在来这儿喝喝酒吗 干吗又抓我 我 我知道你没犯什么事情 但是洪宝欣呢 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 我 我真不知道 那些人天天在我房间门口晃一晚 我没感觉到事情 我会来问你吧 听说 听说他们不是冲您来的 是冲你家里人 我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谁发出的命令 不知道 还记得 好像是从大宅子里面传传的命令 什么大宅子 沈家大宅子 你是说 命令是从沈家发出的 那今天呢 所有的人怎么都消失了 命令被收回了 谁说过的 还是神家大宅子 搞什么 对了 还有 我听洪宝庆他们喝醉酒以后说 虽然命令是从大宅里传出来的 但是 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传的命令 你什么意思 说清楚点 我的意思是 发出命令的是房仲之 而解除命令的事 沈碧云 不可能 你以为沈碧云为什么一定要在林阁死之后 把你赶出神家 那是因为 林阁的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恐惧 他害怕他保护不了你 所以才一定要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而这个手链 见过沈碧云的人都知道 这是他片刻不离身的东西 贵重程度可想而知 他却给了你 为什么 这就是摆明了要昭告天下 你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这就是他给你的胡申福 而帮你解除放柔枝的布控 也是他能做到的对你的保护 四月八日 晴 今天去做了禅间 那个杨大夫说 我肚子不是凭空就这么大的 是怀了双胞胎 我心里想着 要是两个男孩可就闹腾了 最好是一男一女 告诉方琪的时候 他好像不是特别高兴 这孩子性子古怪 一点都不像我 我总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如果他姐姐在 可能会跟我更亲近一些吧 女强人到底不是铁打的 你怎么会这样的 沈碧云 你这么惦念方柔枝 他是怎么对你的呢 方柔枝啊 姐姐 姐姐 你怎么了 灵哥 灵哥 你怎么了 灵哥 姐姐 灵哥 你等什么的 成保镖了是不是 当然 韩文亮你是不是爱上他了呀 瞧你那样 你先告诉我 周景是不是要跟你和好 废话 你没看见在苏州我们俩单独聊天啊 那我天天审犯人的时候也是单独聊天 难道我跟他们和好了 憑我说着 你们家那个新参与女是多少呀 周景都不知道密码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呢 你看你 表面上宁斯不屈 现在连老妈的日记都翻出来了 怎么 是要培养感情啊 你看这对 姐姐 这个姐姐是方柔芝还是你啊 重点不是这里 是她提醒了我 林哥死之前口口声声叫姐姐 我当时一直以为在叫我 有没有可能叫的是方柔芝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做个假设 你的意思是说 她在提醒我们凶手是谁对吗 下来 是吧假设 看 看好 假设 方柔芝是凶手 那她为什么要杀林哥 原因就是 沈碧云安排林哥去方程学习管理 从而使方柔芝的权利受到了威胁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苏志文的死就顺利成长了 都是为了财产 那很有可能 连沈阿姨摔下楼梯都是她做的 不是可能 是肯定 对啊 对啊 沈碧云摔下楼梯的时候 林哥还没有回来 我和苏志文还没有进沈家 方齐疯疯癫癫的 与沈又很任性 如果说 方程没有沈碧云的话 就是方柔芝一个人说了算 至于沈碧云摔下楼梯 是摔死还是瘫了 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 太可怕了 从那以后 她就对你进行了唐一炮弹的攻击 我承认 我是有一点想相信她的 没事 等等 你们所有的推断 都得在方柔芝是凶手的前提下 有证据可以证明的 没有证据就不可以抓人 一切都是空下 那这本日记呢 记得东西没有用吗 这个也不行 因为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自己推测的 没有人知道方琪的姐姐 除了方柔芝之外还有一个 也没有人知道 林葛当时是在叫自己的姐姐 还是在指认凶手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能够空口地去指认一个 杀人凶手 方柔芝 怎么了 我总觉得她哪里有问题 我总觉得她哪里有问题 她走了 走了 你刚都不拿正眼看人家一眼 她挺失落的 怎么 她再生人家的气啊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 她跟我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就像人鬼殊途 她在那儿或者不在那儿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也看不到 我琢磨自己的事都没时间 哪有空想她 你又在想什么事情啊 还在想方柔芝 姐姐 其实我真的很想对你好 但是我 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好 没有 我 我 走 赶紧 赶紧 进来 大姐 金刚儿 抱歉 你在外面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来 大姐 金刚儿 你怎么来了 我在银行的钱出了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不让我娶 怎么会这样 大姐 我该怎么办 你啊 先别着急 我不是给了你支票吗 你可以先用支票上的钱 先应用机 银行那边 我去问问看出了什么问题 还好有你在 没事 我很高兴你能过来找我 说明你信任我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 你都可以来找我 有大姐在 我可以帮你解决 谢谢 那我先走了 那我可以帮我 我妈 帮你帮你帮我 算什么 当我还有什么 你帮我 你帮我 有什么 你爸 不是 放入之 他的手链少一颗柱子 你确定 不会错的 不仔细看看不出 但沈家的手链是特制的 十三颗珍珠是正好的尺寸 不是 你数清楚了吗 我该接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一颗一颗摸着数的 绝对不会错 原来那颗珠子是芳柔知道 那他一直还敢待到现在 越是坦荡越是没有人怀疑 况且现在的方辰 已经是他一手遮天了 你怎么了 都是他干的 沈平人摔下楼梯 还有那些 在门口拔火想要害我的人 凌隔地死 全都是他干的吗 你先平静一下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证据的 一颗珍珠 和一些说不明白的话 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但是不论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沈碧云有可能让跟踪你的人消失 但是她有可能管住方柔芝吗 方柔芝现在一定知道你跟她的关系 作为沈家的大女儿 你才是她最大的威胁 如果她真是那种人的话 那么你 我才是最危险的 有两种可能 第一 她根本没有办法对你下手 所以改为结盟 第二 那也可能就是因为 你跟她血浓于水的姐妹亲戚 不行 我得去告诉沈碧云 不能让她这样下去 沈碧云你冷静一点 沈碧云也许一开始就知道 方柔芝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她不知道呢 只要她有个人不知道 我就必须告诉她 我不能让她身边有这样的危险 果然 女儿怎么可能跟母亲 和一辈子呢 但是你别忘了 她是怎么把你赶出沈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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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夜的你跑去他们家 会不会目的性太强了 周杰 你老龙胜算 却败在自己的义气用事上了 那我该怎么办 不许多管交易 你自己的义气 那我看你 我 我只好拿我 你不许多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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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不许多义气 我又不许多义气 你不许多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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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你自己了 要不要这个 就看你自己了 周景怀着满腔的感情 想要通知沈碧云 她正处在危险之中 她已经决定放下之前 所有的怨恨 因为 她已经不想再失去任何亲人 但所有的期望 都随着沈碧云 拉上窗帘的那一刹那 破灭了 当热情被冷水浇灭时 周景并不知道 沈碧云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保护她 因为 他们都不能再失去彼此了 回来了 你怎么才回来啊 见到沈碧云了吗 输了吗 来 坐下来慢慢输 没什么好说的 一句话 她不想见我 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 那些芳芳直说的是对的 她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她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只是从来 没有打算过要认我 韩文亮 有酒吗 有 干杯 干杯 哪有 哪有你喝酒喝得这么视死如归的 他们俩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家的开门蜜语是什么 你是不是早就做好准备 有一天就要帮我扫兵出来了 怎么可能 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我敢你想 你们刘洋回来的人 脑子都跟我们不太一样 你不是说每个人要有自己的 生活和空间 没错 可是我愿意分享我的生活和空间 对 你想想看 开门这种事情 让我们这种粗糙的男人来做就好了 一个美丽的女人走在大街上 如果身上挂一串 梯里框乱的钥匙 会不会很丑啊 也对 对吧 没有 你们俩什么时候又要是 你喝多了吧 你想想看 我们家里有没有钥匙啊 我骑摩托车的时候 要有一个你呢 是不是钥匙 是不是 反正你不许丢下我 当然了 我怎么会丢下你呢 也不许像那个笨蛋剪奴兵一样 不信任我 他是笨蛋 我又不是笨蛋 你 那是 你 是 这是 剑冬萍不要我 大家也不要我 如果你再不要我 我怕我就会习惯了 所以抛弃 你还是不可以 我不会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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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放弃的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好 老爷 来了 坐吧 剑律师 我只是来请您帮个忙 我可能帮不了这个忙啊 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呢 你连做都不肯做 那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不容易啊 我干脆先拒绝了为好 真的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只是想见沈碧云 您 你知道吗 现在连我想见他都很难 何况你呢 可是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他说 忘记简叔叔 你以前不会不管的 你一直很关心他的 那都是过去了 人得往前看 是 周小姐 如果没别的事的话 我就不留你在这儿吃饭了 林嫂 送客 是 周小姐 请坐 谁让此片山座路的 谁让呢 好好一篇文章 被切得七里八路上 读者怎么看 你们这怎么想的 他最近这是怎么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 我估计啊 他是感情受粗 人家老爸 可是赫赫有名的大律师 简其名 我说咱们主编 怎么那么惯着他 就他那破专栏 怎么可能有人看呢 你说什么呢 怎么了 敢做不敢认呢 要不是你那有钱的老爸 每个月给主编钱 补贴报社损失 你的破专栏能活到今天 那不是什么破专栏 他有名字 叫做思想者的城市 慢慢 我本来只是顺路 来请你帮个忙 但碰巧听到有人 说我写的文章不怎么样 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缺点 小心眼 记仇 我可以顺带 记记有些人的脸 等我哪天闲着的时候 好想一些惨无人道的方式来报仇 我们还怕你不成 你的脸我记得最清楚 许久不见 简编机在报社的人上 不是那么好 是啊 不 还找我什么事啊 还记得上次我在韩文亮家跟你说 芳如池有问题 原来你知道我在 我以为你把我当透明的呢 你要还是这么小心眼就算了 好了好了 说吧 什么事 芳如池的狩猎 少了一颗珍珠 什么 已经确认过了 那就是数 也就是说你以前怎么怀疑我 你现在就怎么怀疑芳如池 怎么办 你也看到芳如池 无论是在沈家 还是在方辰的势力越来越大 如果她有邪念 沈编音就有危险 我必须要通知她 但是 但是你见不到沈编音 你怎么知道 是阿姨最近一直不见外人 很奇怪吧 这事你为什么不先找雨珊呢 芳如池说雨珊一直在照顾方琪 她只要不出来找我 我是没有办法见到她的 我试试 那就让她来找我 或者说个地址我去找她 好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周军 我 我都说过了吧 抱歉的话不用再讲了 我就是想我们能够 回到以前的那样 现在这样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我不明白 你跟韩梁什么都可以 聊心事可以 可以哭可以笑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到我这儿要么就是透明人 要么就是 说谢谢 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忙的 你帮我心存感激 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没有心思 我也想不了其他的事情 所以 我知道说谢谢 谢谢 你很容易